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二十三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他家乡体面 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 有一个猎人 他养了两只狗 一只是猎狗 然后经过训练以后 这个猎狗能够帮助主人打猎 另外一只是家狗 经过训练以后 他成了看家的一个狗 主人早处晚归 打了一天的猎之后 满载而归 总是把猎物就分一部分 给这个家狗来去吃它 这个时候猎狗就跟 就很生气了 然后就责备他这个伙伴 就是这个家狗 就说我打猎很辛苦的 你没有参加追赶这些猎物 没有出一点力 可是呢 就坐享我的劳动的过时 家狗这个时候就回答说 我的朋友请你不要指责我 你还是去责怪主人吧 是他教我在家里 康管这个家 不要做其他的事情 朋友们 这里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两个事情 就是第一个 猎狗和家狗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各境叫做旗子 猎狗呢 只是没有看到自己 外出打猎 如何的辛苦 只是看到自己 出去打猎的时候 是这么的辛苦 但是他没有看见他的朋友家狗呢 他也是一个默默耕耘 有贡献的一只狗 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学会理解 别人工作的价值 第二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工作是可以 从外表直接就看见他的果效的 但是有一些 则是什么隐藏在背后看不见的 却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第三个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也就是说教会里面呢 有可以看见手跟脚 他们的工作是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 但是有一些的工作呢 或是有一些的 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是属于心脏地带的 他们维持整个身体健康的状况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是人所看不见的 但是却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朋友们 愿神赐福你也赐福我 赐福给那些在神事工上面 是可以看见的肢体 但也是求神 让我们看见那些在神的事工上面 竭力做主工作 却是看不见的肢体的贡献 所以今天上帝的话 对我们说呢 身上的肢体啊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加给他 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呢 越发得着俊美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礼物日量 愿神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